是整数后面是那个字串 然后最后一个是浮点 它也会print出来 那如果说假如你最后print了这个 这个假设你要知道说 它的形态是什么 在外面包一个什么type 然后你就把它刮入 包在外面 它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print出来的结果 它会把那个形态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 它会跟你讲说它是一个street 然后它会出现class 它是类别 是一个字串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这个我在云端上面的范例 去输出那个x1到5 试试看 再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print出来 底下我上面等于赋予它 它整共会有这个五个变数 然后当然你可以串这个串列 list它的特点就是说 它里面可以放不同资料形态的资料 但你要抓它的值的话 就是中瓜5里面给它缩影值 那当然一定从0开始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 习惯就从第一个开始 那你如果从第0的开始 有的时候真的比较麻烦 所以像我有时候习惯 我干脆把第一个避开 我干脆就第一个不要放资料 我从第二个开始 我从第二个开始放 反正就一开始 这样也OK 其实等于是说你第一个空调 这一个取巧的写法 所以后面我会教各位一些 我可能觉得写程式真的就是 不一定要尊得就有建议 可能有一些取巧的方法 可以让你程式写的比较简单 也比较好理解 这个后面会跟各位提到 那底下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print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print前面 我希望怎么样 print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print 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swing型别 比如说swing型别 后面加一个Hello World 那这个底下 我如果希望做个变化 什么变化 一般习惯 是希望在这边加一个换行 比如说你在输出的时候 希望字跟字中间换个enter 换行 特别说换行的话 你就要注意 在那个python里面 你就要懂得所谓的 所谓的拖曳次元 不过这个翻译有点怪怪 所谓的拖曳 应该指的就是 那个地方的那个次元 是一个保留次元 你就要 必须要给它一个反斜线 开头 那后面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底下我这边有一个列 有一个叫推字元的一个表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放 如果没有放的话 在讲义里面有 那里面如果说我今天 要输出一个换行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在这个字串里面 加一个什么呢 反斜线N 反斜线加一个N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有换行的效果 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好的word就换到下一行 OK 另外还有哪一些呢 你可以加一个反斜线T 如果你要在字串中间 加一个什么 有点像tag的效果 有点像在word里面 要定位点 让它可以中间多一个 有点像缩排 那你可以用反斜线T OK 那另外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比如说我要抓取什么 List的行别里面有第三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是像这样子 散不过呢 理论上你抓过来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加两个双引号 在前后的话 因为双引号 在城市里面已经被用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加这个两个双引号 在这边 不出错的话 记得你不能说我直接 就是在城市 里面加什么 加那个 如果你要加一个 像这样的形态 特别出来 你不是说像我们一般的理解是 直接加什么 加一个双引号 在里面 创在这里 如果你放这样的话 它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双引号 在城市里面是有意义的 就是代表是自创的开头 或者自创的结束 那可是我还是要输出 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在什么 在这个双引号前面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反斜线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你输出的话 就加一个反斜线 双引号 这样他就知道说 原来你是要输出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双引号 OK 那后面的话一样 所以后面串接 我要串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 这个双引号 两个嘛 所以自创 那里面的话 你不能直接再加一个双引号 你要加一个反斜线 双引号 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说 原来你是要输出的是一个 后双引号 好 那这样的话我输出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这样撰写 他输出的结果 就会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OK 其他像单引号也是一样 如果你单引号在 Python里面也是 已经被用掉 所以你单引号 你也不能直接 你如果要输出一个单引号 那一样在前面加一个 反斜线 就可以做输出 OK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把那个 刚刚这个程式 变数的输出结果 再串接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串接 还有会牵涉到转型 那转型的话 如果他本身就自创 自创加自创 他输出是OK的 可是如果说 他本来里面的资料是 数字的 或者是 有辅点的 有小数点的话 那你记得要转型 转型的方式跟 早上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 如果你要 自串 就是记得要加一个STR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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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